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看完了元宇宙的发布会 又听了扎克伯格的几个访谈 我想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 首先,为什么Facebook要把自己公司的名字改成Meta 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决心 对自己的员工 更重要的是对生态圈里的合作伙伴 表明自己不是一时冲动 自己的公司会持续投入 让伙伴们也放心地投入 第二,洗白 不论对错 Facebook这个名字现在有很多负面的含义 公司发布的新产品也经常被这个名字所拖累 一个新的名字 一个非常中性的名字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拖累 把公司有争议的部分只局限在Facebook 第三,宣告 改名 尤其是用Meta做自己公司的名字 意味着将来不管这个生态圈有多少公司 它们永远是第一个权力投入 也是最正统的 因此,这次改名应该说非常明智 那么圆宇宙到底是什么 如果建成它有什么样的威力 对现有的科技巨头 主要是苹果和Google 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VR 什么是AR VR就是虚拟现实技术 把一个设备放在自己头上 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 脱离了现在的真实世界 AR叫增强现实技术 通过眼镜或者类似的小设备 把虚拟的信息叠加到你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VR如果成功 就会意味着 我们今天通过电脑所完成的所有事情 都可以通过佩戴的设备来完成 不管是和别人通讯 玩游戏 写邮件 还是做更复杂的工作 它的成功会完全替代我们今天所用的电脑 AR呢 则完全可以替代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将来这种新型的眼镜 可以拍照片 发信息 打电话 刷社交媒体 手机上可以做的 这个眼镜都可以做 因此 苹果和Google 对这两项技术的成功 最为担心 因为这会使他们现有的产品 完全被替代 这两家公司 其实对这两项技术都不陌生 这两年也都有涉及 但他们不是特别热衷 为什么 因为这两项技术如果没有进展 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也是为什么 扎克伯格一定要发展他的原因 和亚马逊一样 他也试过做自己的手机系统 但没有成功 所以他只能通过建造一个新的平台 打破现在的手机这种格局 那这两项技术离真正实现还有多远呢 VR作为游戏的一个平台 已经非常成熟 很多游戏公司都有非常大的投入 像Beat Saber这样的流行游戏也非常赚钱 它在Quest这个平台上 现在已经赚了一亿美金 但在游戏之外 VR的应用还很少 这就需要Facebook 也就是现在的Meta 加大投入 他们表示要投入巨资 帮助开发很多学习类的应用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商用 怎么用现在玩游戏的这些设备 来完成日常的工作 他们在明年会推出一款新的产品 但不是用作玩游戏 而是一款更高端 比较昂贵的 让人可以拿来做工作的VR的设备 扎克伯格就表示 在三五年之内 就可以有足够的工作相关的应用 就让你可以带上你的设备 可以在家里的任何角落 给你的同事开会 感觉就像坐在他们身边 还可以用虚拟世界里的虚拟键盘 打开自己熟悉的应用 照常做自己的工作 Facebook其实也有自己的办公应用软件 我相信他们很快会为这个平台做优化 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让一切变得非常自然 而另外一项技术 AR要真正实现就困难得多 可以想一下 要把iPhone变成一副正常大小的眼镜 显示屏 芯片 电池 这么多东西都要放在眼镜当中 难度可想而知 几年前 Google尝试做Google Glass 后来很快放弃了 就是因为这项技术需要解决的难题太多 当时不具备这个条件 今年Facebook跟Reband合作 推出了一个减板的眼镜 主要功能是拍照 但要想完全取代手机 要走的路还很长 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基础的问题没有解决 有十几个非常困难的领域 每个领域都需要很多突破才能完成 这是为什么一年需要十几亿美金的投入 因为这些问题当中任何一项无法完美解决 AR就不可能完全实现 也就无法打破现有的手机这一平台的地位 发布会上 他们就展示了正在研发当中的未来的输入系统 用户可以在手上带一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可以把任何微小的肌肉或是神经的动作 转换成眼睛上的文字 让人大开眼界 针对这些技术和元宇宙的潜力 我这几天做了很多思考 总结起来无非是三点 第一 很多人认为这是冲动鲁莽的行为 成功概率不大 其实扎克伯格为了今天 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他以前就曾认真考虑过 要不要收购Unity 在收购了Oculus之后的这几年 一直不断地对这个平台增大投入 他本人肯定是这个领域真正的专家 现在可以下决心给自己的公司改名 每年付出这么多投入 他一定是相信成功的概率不小 第二 这项投入虽然巨大 但不是不计代价的 扎克伯格在一次访谈中就表示 他估计每年投入可能会多过100亿美金 但不会超过太多 因为他要保证公司有足够的盈利 进行股票回购 至少维持股票的价格 他也不打算对公司的架构进行大的变动 他仍然既是核心广告业务的负责人 也负责新的投入 因此即便最差的结果出现 这些投入无法带来巨大的成功 对公司也不是什么灭顶之灾 因为他的主营业务仍然还在 第三 虽然很多技术需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实现 但我相信每一年 他们都会有新的产品或是重大的功能推出 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 衡量 投资和回报 因此 我对这项投入保持谨慎的乐观 并对未来的产品充满了期待 无可否认 未来几年 这项投入会对他的股价造成巨大的打压 因此 在什么样的价位上 才购入他的股票 我还要继续思考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